半轮黄马输球,不过巴萨也没什么好的结果,不带喝场没能战胜瓦伦西亚,而且也将领投阳的位置降给了塞维利亚,可以说错失了甩开黄马的大号梁基, 巴萨开场不久的一分钟就丢球了,这对于过去的巴萨来说可能不是什么事情,不过现在的巴萨似乎有些不同了,原来实际的是又得分,现在真是有点像阿根廷了,梅西失去了最后一个帮手小白后,看起来也要又当爹又当猫了,虽然还是靠梅西把逼分追回来,但真是累弯了腰,二当家的没有啊,踢得真是辛苦, 目前巴萨的问题是相当明显的,后房问题过多,西甲才进行了八轮比赛,而巴萨已经丢了九个球了,上赛季联赛第二十轮,巴萨才丢了这么多球,而进攻问题就更多了,梅西孤单赢职,既要当进攻的组织者,又要当最后一脚的终结者,这还不算,本场比赛 梅西还经常回到进去附近才预防守了,主教练巴萨的明显难逃起则,他对于目前的巴萨似乎无能为力,本场比赛直到最后八十多分钟,时才做出了换人扫折,在他的眼中似乎只有一套主力阵容, 可是这样的巴萨如何应对联赛和欧怪,越来越频繁地散成,后房快成了路少,可是当初认为强于宝利,妙奥而被引进了比达尔,在西甲目前仅上场了一百六十四分钟,形同摆伤,而巴萨的后房明显,前面缺乏一道屏障,巴萨在西甲已经四轮不胜了,最近他们先是背后,罗纳比二逼平, 接着又一比二输给莱加内斯,然后都是一比一的比分和比二八个竞技,以及瓦罗西亚占评,可谓止步不前,巴萨维德被认为目前最不会换人的西甲教练,按说本赛季巴萨比皇马稳定,王马不带C罗离开,主教练也换成了洛佩特级,没想到对他最好的却是巴萨维德,原来的西甲是梅西与C罗争霸,现在倒好,成了巴萨维德与洛特级, 洛佩特级的水货之争了 levant地匣入賓 Oooh 小李克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